好 我讲到好吃的东西 带你来看 继十大夜市选拔之后 交通部观光局再举办了夜市PK赛 这次以羹汤 小吃 还有冰品饮料 这三个项目要来挑选最好吃的夜市美食 而花枝羹 吐脱鱼羹 跟湿木鱼汤 想一想到底哪个会是天下第一汤呢 这个PK赛将会分成三阶段来进行 第一阶段是由县市政府来推荐 第二阶段就采区域竞赛 到时候由美食专家扮演秘密客 到夜市现场来试吃评选 而第三阶段则是选出各区域三大品项中的第一名 来进入决赛 然后再由观光客 媒体跟美食专家等等 来进行票选 各项目奖金最高有十万块